作词 李宗盛 情起情灭 而尽尘秋空对月 相约相望 似解似缘 旧事也尽如云 莫道相守 莫道相守 相守无情 心事成全 乱世离去 看看离别 双丝一人双臂两边 长相守一句 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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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何年 以 何年 花木槿 你一个姑娘家这么莽撞 以后谁敢娶你啊 三爷的腿 真的好不了了吗 我娘说 这是三爷年少时 被奸人所汗留下的腿结 当时谢夫人生死 三爷的腿又中了剧毒 要吃药才能好 双重打击 让她一下子性格大变 我娘说 三爷小时候可爱笑了 她说手 三爷头 国先生 这就是你要的人参养荣丸 西雨气冬 流光散的味道 沈亿 三公子的腿还有希望好起来吗 有一种叫金天麻的花 它能够迅速地打通血脉 清除鱼肚 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呀 这金天麻多数都长于深山老林的盐缝里 此药最难采摘的地方在于 它都是在天快亮的时候 迎着露水迅速地破土而出 一个时辰之内 它便散叶开花 当太阳一出来 它就迅速地枯萎 无法入药了 而且这金天麻 它是十年才开一次花 我都错过了这前十年了 刘雨淇淋 金天麻最处急 刘雨淇淋 快把木药头揪出来 他是我的人 干嘛这个死样子啊 你看这四公子 来一次输一次 一次也没赢过 大家都不敢跟我赌钱了 四公子 四公子 你们有话好好说 别打架啊 别打架 任飞马 木药头归我了 谁归你了 你放开 放开 冤飞白 你居然欺负我木药头 你 你不要吓到大了好不好 你居然为了冤飞白打我 谁打你了 我还疼呢 你还骂我 谁骂你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男孩子嘛 越打越亲密 你就是不喜欢我了 你是我的人 干嘛 马上跟我回去 我 我要找木药头 回去 你放我下来 木药头 你给我回北战好不好 下子再来 冤飞白她有什么好法 一定 冤飞白 你欺负我 谁为男孩要打回去 你啊 更说这红颜祸水 咱家小花长得也不好看啊 木药头 谁说好笑不好笑 木药头 你啊 又在胡说八道 去去去去去 三公子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去采的今天麻 您快趁热喝了吧 你去采此药了 奴婢只是希望 三公子能好得快一些 西枫苑有西枫苑的规矩 不可彻夜出现 是 苏辉 你让她走的吗 我 我 你 三娘 该怎么做 你决定吧 是 是 这个任务 交给我吧 今天晚上都给我早点睡 这个三公子 简直就是个一栋的冰块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好 木槿 二哥 二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样 伤好些了吗 这里的生活还习惯吗 我你还不知道吗 我在哪儿都好好的 傻丫头 快到你生辰了 这是大哥从岳州送来的礼物 名为酬情 乃西域名家所致 锋利无比 大哥真是的 哪有送女孩子的礼物 居然是把匕首 还挺好看的 木槿 这是我亲手做的 木槿花簪子 喜欢吗 好精致啊 我来帮你戴上吧 嗯 嗯 好看吗 嗯 我家二哥啊 真是世上最好的哥哥 如果 我不想当你哥哥呢 十年来 我看着你长大 没想到我的木槿妹妹 已经变得这么好看了 我实在不忍心 看着你一辈子被人使唤 木槿 让我做你 最值得信赖的依靠吧 以后不管有什么困难 第一个想到我 可以吗 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把他喝了吧 把他喝了吧 喝了吧 不用紧张 就真的这么想 离开容宝堂 他们对你不好 奴婢曾说过 生死有命 但奴婢你为拼命 也绝不认命 你和别人真的不一样 奴婢的命 是父母用鲜血换来的 奴婢应该珍惜生命 奴婢还有要保护的人 可以可以强大自己的心 小姑娘 多年未曾见过 你已是如花的年纪了 是你 姑娘的记性真是极好 奴婢给道义万安 有礼有礼 坐坐坐坐坐下吧 这园中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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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落在省界线武 我心滟 从任何看法 南虽不是 循庞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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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着 这眼前种种蹉跎 不过是拂云遮望眼 未尝不是历练哪 拂云遮望眼 你什么人啊 本官可是圣上七点的御史 朝廷命官 你也就瞎了 我叫齐放 昏江龙齐放 你身为朝廷御史 贪赃枉法 还欺压百姓 你是要钱呢 还是要命呢 好 好还饶命 那里的钱 我全给你 我全给你 聪明 走吧 帮你 能看见 夫妻 三爷 我扶您起来吧 我 我想自己试试 三爷 这么说 没错 那丫头的今天妈 果然是有蹊跷 这 这 这 真是天大的好事 我要告诉娘家 三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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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四辉 今天晚上的事情 不准 不准对外宣扬 是啊 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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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吗 如今呀 只怕是整个西都城的人 都知道她色丫头的名号了 谢苏辉 你这个大嘴巴 现在紫月上上下下 都知道我是个色毛丫头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这是什么呀 你还给我 谢苏辉 你怎么 看这种东西呢 你 你 你还给我 你不还给我 我出去喊了 我就说你非力人主人 非力小孩 我找你名誉小弟 臭表脸的 你污蔽有情绪 我还没有照你算账呢 你喜不喜 你告诉你娘去 你娘去 你娘去 走 黄姬 你死我输你 孙辉 我饶不了你 别别死呀你 我求你了 三公子 看你身手矫健 能不能跳的 伤 怕是好得差不多了吧 从明日起 要你每天在门口指手着 四川隧道 贴身压惠喽 花木姐 你可悠着点 你可千万别再干那 采花贼的勾当啊 谢苏辉 你 三公子 昨夜的事 对不起 昨夜的事 你立刻给我忘了 是 这是杀人犯混江龙齐犯 听说一个月之内 就连杀了沿江十五县的唐官 这么厉害 我还听说这混江龙 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现如今 连官府都拿他没办法 这个怎么办呀 我都敬这混江龙 是条好汉 他杰富气贫 替天行道 杀的可都是作奸犯科 最大客气的坏人啊 是 说这个话 我了解 除非 他们需要 医药 还是 网门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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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不 没有 这个 我们 看 我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了几碗凉水 没事的 三五天就好了 原来是因为宿徽闹肚子不能伺候了就想起我来了 可是 今天是谢夫人的忌日啊 三公子怎么偏偏要带上我去给谢夫人上香呢 三公子 时间差不多了 先赶路吧 江湖传言 蝴蝶飞至玉郎常伴 难不成 两位现在是为朝廷叛党川雍侯的余孽做事 虽然呢 川雍侯张世贤已死 但是 我们收了他的钱 事还是要办的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快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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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夫 快走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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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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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红 找桑公德 是 跟我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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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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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原家三公子啊 走开 别动 三公子 快跑 快跑 快走 三公子 快走 三公子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你倒是有情 不过别着急 我成全 你们这对苦命愿意 不 不 我求你 我求你放了他 木槿快走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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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三公子 三公子 正功 三公子 聖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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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子 三公子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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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杀了我蝶儿 今日 我豫郎君一定要手认了你 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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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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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笑四方 不错 假如二位被人发现赤身裸体死在一处的话 想来元氏 怕不止是一笑大风这么简单吧 思考 五公子 三公子 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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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绣 你可听说了 方才柳人生来报 那三公子带着木槿出门 路上遇袭 你醒了 不可乱动 不可乱动 林神医刚刚替你包扎好伤口 此番好险 就差一点 就伤到你的内脏 三 三公子 你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那天 那天那个迷青伞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 我要是不那么做的话 你就 你就 你就死了 这 要不是你那晚金天马 要不是你那天遇险 我不会好得这么快 三公子 你 是在感谢我吗 过两天东都试会 我要暂离几日 我会让三娘和苏辉照顾你 你要听话 东都试会 是干什么的 每年的二月最后一天 五湖四海的文人莫科 都会齐聚东都 窦家 王家 各路诸侯 可能连国家的权臣都会去 他们会寻找要拉拢的谋士 在师大夫和儒生的群体中 彰显家族实力 原来如此 那穆瑾就是公子 在师会上为原家大方一彩 谢谢你了 他为什么对我忽然这么温柔 是不是因为我替他解毒的事 你又不舒服了吗 没有啊 那你的 脸 我 我怎么了 我 我 我脸好好的 我 我没事 三公子 我什么都没有想 我 我 我 受伤了 你妹妹知道了 在院中等了你很久 我让三娘把她叫过来 三娘 三娘 来 三公子 三公子 公子 你的腿好了 锦绣 姐 你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 虽然中了一刀 但并无大碍 放心吧 真是 要不是穆姑娘啊 这一剑 肯定就刺到三公子的身上了 多亏穆姑娘悉心地照顾 让我们公子的腿伤 恢复得差不多了 穆姑娘 你真是我们公子的福星啊 我 你们姐妹好生去吧 三娘我们出去 来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锦绣 姐 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办啊 我这样救了三公子 三公子的腿好了 我也直了 你对三公子那么好 他之前救过我 又是我的主子 于情于理 护着他也是应该的 这些时日都是你在照顾他吗 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他怎么好得那么快 哎呀 别听三娘乱说 都是离生意的功劳 我只是熬了个药而已 那我怎么听外面的人说 你是色魔丫头 你和三公子 小心一点嘛 你怎么也听外面的人乱叫舌头根啊 你姐姐我长那么大 有对任何男子动过心吗 再说了 我是丫鬟 人家是公子 怎么可能嘛 倒是你 怎么一直救着我和三公子的事不放啊 我这不是关心你嘛 你说你一清白丫头 以后怎么嫁人啊 要是我嫁不出去 就跟锦绣过一辈子 现在好了 你终于进了西风院了 我看他们对你也挺好的 你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你在容宝堂也好好的 我们姐妹俩都好好的 是明家 是 那天我突然发现 那些杀手们的右手上 有一个西藩帘的标记 十年前 被我们原家 覆灭的明家 就是以这个西藩帘为标记 看来这明家的灰烬之业 又要复燃了 我告诉父侯 现在狄在暗 我们在明 要小心行事啊 韩先生 紫园中 最守不住的就是秘密 三公子双腿康复的消息 怕他们已经知道了 怕是各路人马 都安握不住了吧 华锦绣 可不住 夫人 善离职守 好大的胆子 张嘴 是 夫人 奴婢的姐姐受伤了 奴婢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才去看望姐姐 是去看你姐姐了 还是去紫辰阁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心思 妄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攀高枝 奴婢是容茂堂的人 怎敢攀侯爷的高枝 柳言声 在 这个贱婢 赏你作歉 谢夫人 夫人 夫人 史总管前来何事 夫人 侯爷有令 今日起调花锦绣去紫辰阁府 夫人 老奴会另调一名武士鸡 来荣宝堂 待夫人去东都之后 老奴会保留 荣宝堂的武士鸡名额 来 侯爷 人带到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先下去吧 是 多谢侯爷 奴婢一定会在紫辰阁 克尽职守 鞠躬尽瘁 我绝对 不会埋没任何有能之人 从今日起 你就是紫辰阁五世纪首领 以后见到我 不必下跪 多谢侯爷 住的地方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还有什么需要 就直接和史卿陪说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跟我说 侯爷 您和奴婢想象中的 不太一样 我大概能猜到 你受到什么样的委屈 你勇敢 坚强 隐忍的品性 特别像我 一个故去的夫人 时间不早了 去休息吧 如果饿的话 厨房有吃的 让史卿陪 带你去置办紧身衣服 和某一封 一排 我再来 八道 他的故事 你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奈何旧时风温此生 谁还候这春风烧年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